阿根廷0比3惨败,最悲催的不仅是三个失球,还有这三个镜头。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,阿根廷在世界杯小组第二轮比赛中0比3惨败给克罗地亚,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小组出局,但确实已经无法自己掌握出现命运了。 这场比赛,桑保利的扁震太失败了,不仅让阿根廷进攻无力,梅西的作用没能很好发挥,反而在防守方面漏洞百出。 回头再看与冰岛的首站,会发现那场比赛阿根廷进攻其实很流畅。 阿根廷的输球,门将卡巴列罗门前玩火失球当然要负相当大的责任,因为这一失球极大的影响了阿根廷人的斗志,此后似乎就没有了像样的进攻。 阿根廷的第二失球,除了防守问题外,主要还是因为莫德里奇脚法太惊艳了,皮球是擦着右侧力注入网,卡巴列罗边长莫及。 第三立失球,第三立失球和卡巴列罗玩火一样让人感觉不可思议。 拉西蒂奇最后射能时,身边居然没有阿根廷防守球员。 马斯切拉诺只是举手示意越位,眼睁睁地看着皮球入网。 这场比赛,感觉阿根廷球员踢逆封球的能力太差,0-1之后,进攻和防守球员都无比焦躁,一个个都急于进攻。 其中第75分钟垃圾蒂奇在中场受伤倒地,阿根廷人没有把球踢出边线,而是选择继续进攻,结果主才仍吹哨中段比赛,不仅耽误了更多的时间,还遭受到克罗地亚球员的围攻指责。 梅西作为球队领袖也有些着急,完全没有在世界预赛对阵厄巴多尔时那种丢球后斗志更昂扬的精神。 因为比分落后,梅西在被对手侵犯爬起后,狠狠地推开防守球员没有落地的腿。 作为队长都如此焦躁,其他球员的情绪也肯定好不起来。 场上最能反映阿根廷几输球也输人的一个镜头,是奥塔门迪在裁判已经吹停比赛时,仍然将球踢向倒地的拉西地起。 奥塔门迪这个不理智的行为,不仅让自己得到一张狂牌,还引发场上的一阵混乱,又多耽误了一些时间。 这个镜头真的太悲催了。 其实,即便输球,阿根廷也并没完全失去出现希望。 但阿根廷人在此场比赛落后时的许多不友好行为,或许会让克罗地亚人在最后一场比赛也生出不友好的念头,这样最终吃亏的还是阿根廷队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